好 上一集雖然這個遊戲已經結束了 但我也想試試看會有其他結局 其他結局包括什麼呢 就是 如果男主角 即是他選擇不逃走 在這個國家繼續做他忠誠的僕人 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既然做忠誠的僕人 那一件事當然要舉報所有違規的東西 那包括就是他的子女 那看會發生什麼事呢 如果這樣舉報了的話 成為一隻惡魔 好 先舉報了他 看看是什麼拍影 我忘記了 什麼 你選擇我 不可以拘捕自己的兒女 這小孩是任不自己的手 嘩 哦 等一下我舉步 舉步的時候真的是自己擺東西的 我用不了一下 是不是等著擺東西了 我差點有時間 所有鄰居都來看卡爾被拖進警車 他的臉上沾滿在他短暫一生的心酸盡頭 卡爾想知哈爾斯坦家的任何人 都注定活不過年底 好 一個結局 一個結局 好